那今天其实我想要和Jean呢 讨论一个话题 它叫做 因为父母而导致 他不能够做好理财规划 哦 这个就是关系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吧 对 我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网友 他就post讲 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很深 因为他的家一直把钱挂在嘴边 他要上普习班 他妈妈就跟他讲没有钱 他要考License 他妈妈就跟他讲没有钱 所以现在这个网友 他长大的时候 他做任何事情 他会先想到钱 因为从小带来的影响 他很看重钱 他知道钱是很重要 然后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为什么想要跟你讨论这个 其实是发现到啦 我自己本身 对钱也是有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前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们赚钱 一定要很努力 很辛苦的去存钱 然后觉得那些赚太多钱的人 是很罪恶的人 然后就发现到 这些其实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 可是当真正你赚钱的时候 我会乱乱花钱 因为我觉得 有钱人就是这样花了吗 这样我就学他们花钱 知道了有一个老师他电信了我 他就直接讲 有钱人会这样花钱 他们知道他没花的一分钱 是有value的 你花的钱有没有value 然后人家是有财商 你有没有 你有去学吗 你把这些钱挂在哪里 他就直接这样讲我 当下我还是觉得老师在bullshit我啦 然后直到我回来 我仔细看了看自己的saving account 再看了看信用卡过 我发现了 Oh my god 这个老师讲的好对哦 就为什么我的有钱的那些 只出不尽 对 只出不尽 而且为什么那些富二代的朋友啊 他们可以这么有钱 我的富二代朋友不是那种 爸爸给钱 他们不做工啦 我的富二代他是真的是创二代 他们是真的很努力 他利用他的资源 他利用爸爸资源在创高峰 他爸爸的生意没有这样做很大 可是到他手上他是十倍好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就说 原来他们有财商的人 跟没有财商的人相差这么远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post的时候 我会觉得 Oh 这个网友跟我很像欸 跟我之前很像 然后我不懂他有没有这样幸运 像我这样子 至少有一个老师可以点醒他 像你自己本身对财商 还是理财规划有什么见解 就像他这样子的case 我其实是蛮幸运的 可是我是自己点醒自己啦 这个要有领悟稿啊 这个悟性要很高 这个就是在我大学毕业过后 就很快的 当我去 因为前几集我有讲过嘛 就是我在大学毕业过后 我是拿了一个算gap year了 在另外一个法律科技公司做工 对 可是同时间呢 我也有当时有经营着一个财商的block financial literacy 所以我在23岁的时候 我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 我会去读不同的书 比如说The Rainmaker 在中文就叫做造语者 对对对 Rainmaker的意思 在以前的部落呢 就是那些会去求生啊 降雨 在雨村庄 让他们的这些crops呢 能够快速成长 那到了今天的社会呢 Rainmaker就是为你的公司带来财富的 一个seals的一个 这有没有欲水折罚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一个一个爵士 所以当时候呢 我就读了很多这些书 关于Wall Street啊 The Fall of Wall Street啊 Rainmaker啊 Red Race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Red Race呢 就是我相信很多马来西亚人 你都有玩过一个board game吧 就是他会跟你讲 如何先脱了你的那个 有一个小老鼠在那边的 先脱了那个 不是叫你们去买啊 我只是分享 我们只是分享啊 不做买卖啊 上网可以玩 你们继续搜一搜 对对对对 先脱离了那个 9到6的那个圈 然后再到了那个富人的圈 去慢慢的去累积你的财富 所以我从毕业过后 我就对财商这个东西 还蛮敏感 OK 你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对对 就当下你做了什么嘛 就你做了一个Vlog啊 很好啊 对对对 不是Vlog Vlog Vlog sorry 那时候还不流行Vlog 对对对 那时候不流行Vlog 那时候我就去写 为什么会有 经济泡沫这个东西啊 是我很喜欢背后的原理 当一个人他缺乏了 对钱的观念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的危险 就不管你赚多少钱都好 你都会只会花 真的 就是我 然后如果有一天 你赚到那笔钱过后呢 就可能你会老 你也会累啊 或者你也可能会被取代啊 对 那时候你应该做些什么东西 那那时候如果你没有 passive income 你没有 saving 你讲这个时候 我想要我一个friend oh my god 哈哈哈 那个friend 不懂 呃 他应该不会划到我的video 哈哈哈 不懂可不可以讲 就呃 基本上他跟我们两个同岁 所以她是一个呃 我觉得比较happy go lucky的女生啦 就呃 她就是家里的话 基本上属于小康之家 so 我有时候会跟他讲 哎 你都几岁了啊 为什么你不要买物质啊 这样子的话你会为自己有保障 然后他讲 没有啊 我爸爸讲会给我物质咯 然后我讲 哦 叫你家几个兄弟姐妹 他讲 哦 我有四个兄弟姐妹啦 所以我的姐姐他们也是叫我 不要买物质 因为他们以后 供完了后屋子会给我住 so in short的话 那个屋子啦 是她姐姐他们在供 可是他跟他妈妈 他们还是住在里面 so 他想要住在里面 then 嗯 之前我们很年轻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 就是知道了啊 我25 26 我今年28啦 然后 我就会看到 oh my god 我现在看回去他现状啦 他没有讲不好 可是就我 不开始提 对 not realistic 对 已经开始不实际了 就是他觉得 哎 我不需要 我要买物质 因为我的爸爸会给我 我妈妈会给我 或者是 讲说哦 以后我会有啊 我老公会养我啊 之类的 那我就推了一个10年来看 我看事情是有一个惯性 就是我会看这个人的10年后 我就看到 首先他花费是很大的 因为他有男朋友嘛 所以他们两个开销会一起玩啊 这样子 花费很大 然后 车的话 ok啦 他的那个车是已经 fullly paid off了 可是你要看到哦 我们现在是28岁嘛 如果28加一个10年就38 那38如果今天你还是在做这银行的sales的话 你可以多少工钱 so很多人会讲银行赚很多 其实我可以坦白跟你讲 我很多senior他们没有赚很多 他的basic可能 draft利啦 可以去到七八千 which算很高了啊 七八千算是很高 这个是foreign银行的一个standard 然后你要知道你会老 然后有年轻的哦 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然后他们每次都讲会说 会有那些新人会上来啊 那些人就会讲 哎哟 你在38岁 你还走may sales哦 人家就会 哎呀 然后到时候你要换工也很难 所以你已经可以预计到这个人 过后的路会怎样走 那为什么我会为他感到担心 因为他的财商很不够 很不够 就是很喜欢 他不是banker 他是banker 他跟我一样是banker 他跟我一样是collect 然后我就会 什么 然后我们真的不能够aspect 做银行的人会有财商 虽然很多做银行人会觉得自己有财商 这个我可以给人 因为我之前就是这样子的人 可是当你真正接触到系统性的去学习以后 你会发现到没有 没有 你是没有 你不是还好 就普通人是真的是没有 你真的要很认真去研究花钱 去跟那些大老学你才会知道 所以我就看到讲 oh my god 如果我是他 我到38岁 我没有屋子 然后我每天就要等着我的爸爸妈妈去世 过后给我一间屋子这样住 然后可能他们很 应该会有网友讲 他可以跟他老公一起住啊 这是provided你的老公 跟你不一样 因为你老公是跟你一样有规划的人 可是你要知道 你今天是没有规划的人 你觉得你会找到一个有规划的老公吗 这个东西是我怀疑的啦 然后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点 就是当你38岁过后 首先你的income 一定会受到challenge了 因为你人越大 你的消费会越来越高 可是你的income 他并不会跟你这么快的涨高 首先你 他不是代表你越老赚越多钱 对 可是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concept 就觉得我越老越senior 我会赚越多的钱 所以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你的医药费 你的医药卡会涨啊 然后你的生活开销一定会涨 我们都知道会有通货膨胀啊 这个是一定了的 另外一个点就是 当他在38岁啊 他们会觉得自己会突然间有一间屋子 然后我就会问回他们一句 如果今天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要讲 就是你的哥哥姐姐 他们全部有能力 如果哥哥姐姐没有能力 谁来当共这个东西 谁来做这样的东西 那emergency的话怎样办 还有哥讲过 我用信用卡咯 然后我就讲 我看过很多AKPK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我们前几集呢 我没有分享过破产会怎样 那Ivan有讲过很多大数据 就是讲很多年轻人 借personal loan开始 对 接触到破产这个东西了 OK 真的是不要去玩这些东西 对 然后我应该一讲的时候 我就想 Oh my god 我觉得我需要再好好劝一下他 就推一个十年来看 很可怕 就谁都不想要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 到最后会变成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Ivan讲这些东西 不是教你说 不要去相信你的家人 而是有这世界上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对 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你家人 说A就A 说B就B 对 你不知道可能是你的 你的姐姐的老公 或者是你哥哥的老婆 讲什么东西的吗 这也是控制不到的元素 另外一个东西我要分享的就是 原生家庭跟你过后的家人 是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因为刚 最近Ivan刚刚结婚嘛 我也差不多要结婚 所以 所以你的父母就变成你的原生家庭 对 可是你现在的 变成一个新的小家庭 可以这样子讲 对 你跟你的老公 我跟我的老婆 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家庭 那这时候我问你哪一个才是priority 我有看过书啦 所以我知道Jean这个答案是什么 一定是小家庭 可是 哎呦 她看穿了 对对对 我看穿了 可是重点是当我们实际practice的时候啦 我们有时候在我结婚前跟结婚后 真的是有分别 我结婚后 你会知道我要注重小家庭啦 你的头脑会这样讲 可是当你实际做的时候 你还是会不自觉的 以自己的那个原生家庭为主 这个真的是 因为我们华人有一个东西 叫百善效危险嘛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觉得 哎 我的父母会险 我的父母会险 可是你会发现 会有很多argument 因为没有 没有take care对方的感受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在 没有小孩子的情况下 如果你有小孩子过后 你的那个看法可能会有变 会不一样 我觉得啦 我觉得 因为可能到最后你觉得 哎呀 我的老公或者我的老婆 可以跟我一起去迁就 但是我没办法让我的小孩子去 迁就 去刚刚出生就要承受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所以回到去 这个东西 父母会不会导致说 我这一代不能好好理财 我觉得一定有的 因为父母的做法 他们如何去理财啊 都会影响的 人是环境的产物 对 可是我觉得不管 谁影响你都好 不管是你的原生家庭 或者说你的老师 或者说你的朋友 可力 一个人呢 都要有自己的知识存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前几期都有一直在讲 一个人呢 有足够的这个知识储备的时候 你才能在于你自己最 inform的情况下 也就是你是最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决定 对 对 你是在最醒的时候 去做这个 不是blur blur这样子 不是blur blur的 你是完全知道 为什么你要买这个家 买了来做什么 多少年 对 供多少 万一失业了会怎样 哪里供 哪里去backup 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元素啊 我是觉得 对 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 我先给我的总结 过后你再看 我是觉得说 不管你的原生家庭是怎样 带来怎样的观点 或者概念都好 一个人有知识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到最后 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到最后很多选择 你还是要自己做 那这时候呢 我就希望你可以 以你自己的判断去做下去 不靠别人 只靠自己 哇 你的总结很好 让我总结很像有点 我的总结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原生家庭 都已经影响了你的话 那你不如花钱去学习 就 rather than你去 complain complain没有用了嘛 我们大家知道了 这些东西 我会反而建议你 你要跳出这个圈子 你要改变掉 你的原生家庭 也要改变掉 你原本的生活的话 那么你就是 直接去花钱学习 这是我觉得 最值得的advice啦 我觉得 我觉得是 你要先有那个 要改变的心 心情 因为你都已经知道 原生家庭的问题了嘛 你都知道了嘛 因为你先想一下 为什么一个banker 会给钱去学习 对banker很减少 就是因为 他一开始 有要改变的 那个心态 我觉得这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照片 记得点赞 关注加收藏哦 OK 拜拜 拜拜 你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